103 成報 教宗訪巴拉圭贊婦女胡家國 2015年7月13日國際A12 本部國際早報道 走訪南美三國的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國 上週六訪訪巴拉圭城鎮加夫佩克克克 吸引約一百萬信徒齊最爭賭她的風采 78歲的教宗特別讚揚巴拉圭婦女 巴拉圭婦女於1865至1870年的三國同盟 Triple Alliance 戰爭期間 大部分都變成寡婦或孤兒 那時期的戰爭大量毀滅男性人口 第二道通緝資本主義教宗說 我要特別提到你們 巴拉圭婦女 妻子和母親 你們付出巨大代價和犧牲 財洋祖戰爭擊敗 重創和毀滅的國家重新站起來 你們是記憶的守護者 是重建巴拉圭人民的生命 信仰與尊嚴的那些人的命脈 教宗以巴拉圭園住民語言 瓜拉尼與Guarani 眾念主土民 令現場龐大群眾心感高興 另外 教宗在巴拉圭首都雅重心 對五千名譽癡罪的群眾表示 意識形態的下場都狠糟 行不通的 沒有擺人民考量進去 看看上個世紀意識形態的下場如何 最後總是以獨裁高中 全場響起逆力掌聲 根據路透社 這是教宗者抗難美之旅第二度 透過重大演說來通斥猖狂的資本主義 並捍衛窮人的權利 教宗還說 創造財富不應該只讓少數人獲益 而是應該盡力擴踏到每個公民 而且就是 感谢观看